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所以你正在受谁的影响 正在受怎样的教导 对你的灵性和前景是最关键的 有的人刚信主的时候 非常单纯的信靠主 但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假冒为善的教导 他成为非常复杂的人 他可能就开始晓得怎么掩饰自己的软弱 但是在爱神 信靠神的心 是越来越少的 有的人开始很单纯的爱主 爱人 也活在恩典的自由里 但是受了有些牧者给他们的教规 教条 之后心里失去恩典 反而专夸要人的行为 也常论断他人软弱的行为 不久自己也失去了那原有的自由喜乐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受了不对的教训 有些人问我说 牧师 为何我的灵命总是不成长 我常常读经 尽量祷告 但是为什么我的生命还是充满困惑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受了不对的影响 那带领与教导你的 不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 乃是将你带到人所发明的道理 人为中心的信仰去了 所以你要小心 这是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特别要警戒我们的 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第七节 主耶稣说 假冒伪善的人啊 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他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恍然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 巴利塞人听见这话不服 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 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 必要拔出来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各位要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吃出了什么东西 自然能排泄出来 但是进入你的心 你的思想的不容易出来 所以你受的教导很关键 各位教会长久的问题 并不是这个异教徒的势力 所带来的问题 乃是潜入教会的人本世俗观念 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 教会里面有两种的牧者 是我们要小心的 一种是豺狼 一种是故宫 豺狼是伤害羊群的 特别他们是以假道来歪曲真理 使羊群走偏 另一个是故宫 就是只有为了拿薪水 而带领羊群 这样的牧者 是不会为群羊牺牲的 今天主耶稣讲到 法利赛人的问题 他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甚至叫羊群离开他们 那么我们会问 为什么主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呢 这里有两个凭证 一个是他们的心根本没有主 所以主说 他们用嘴唇来尊敬我 但是心里却远离我 他们心里不喜爱神的公义 神的慈爱 试想这样的人 能够带出爱主的信徒吗 这样的牧者是叫信徒的眼目 转向神还是转向人呢 那可能他们教导的字句 都有上帝的名字 都会说我们要爱主 我们要靠主这样的说法 但是传递出去的精神 刚好是相反的 你是正在受这样的人的影响和教导吗 倘若是 你是一只非常可怜的羊 倘若你继续留在这样的影响里 你无处可容 那另外 怎么知道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呢 耶稣说他们是将人的吩咐 人的传统当做道理教导人 各位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人的传统 但不是回到使徒们怎么靠圣灵 传福音拯救生命的那种传统 教会里一直在高举人的行为 人的准则 牧者将人的贡献高举起来 不重视人内在生命的造就 也不看重软弱人里面的虚心和哀痛 所以到一个地步 群羊无法分辨什么是人的吩咐 什么是神的话了 主说这样的人 这样的牧者 你要离开他们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你继续走下去 你与你的家庭都会不好的 那么说到这里 可能你是已经长久在这样的体系里面 你会觉得我说的这番话 非常的偏急 但是我要你问你的良心 你心里是越来越爱主爱人吗 你是越来越连绵人的生命吗 你是喜爱传福音吗 你是以主为乐 还是以世界的成就为乐呢 请你问你的心 反思你现在受的教导 当然我说到这里 我也要说 我们人有软弱之处 偶尔会掉入过犯 偶尔会掉入虚假的一面 跟从主的门徒 也是有血气 也自我以为优越的时候 但是一个真爱主的仆人 真爱生命的牧者 当他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必定会反思自己的教导 也会为了自己的 有时的无知而悔改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牧者 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牧者 主会怜悯你 主会继续使用你 也会高举你 但是如果你的反应是像法利塞人 听到了这篇信息 心里不服 甚至被绊倒 那么最后你要在神的面前负责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最后再说 你要跟从一个对的牧者 受正确的影响 你才能过一个健全的信仰生活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